这个时呢我们引入shp使量数据 那么shp呢就是ship 这个shipfire呢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使量数据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到底是什么样子 首先我们打开global mapper 我这里面呢有一些使量数据 第一个我们看这个 它呢一般我们看有这么几个文件比较重要 这么四个文件 当然这个呢我们在第一季的时候也介绍了 但是呢这里呢再说一遍 这个shsh它是个所以 这个呢就是存的点 存的三维点 也可能是二维点 这个prg这个文件呢 存的是这个叫投影信息 dbf呢是数据库 那我们先看一下 然后再介绍啊 好 我们打开之后呢 我们看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世界地图啊 是我们的世界地图的国界线 然后在这个word.shp这个文件里面呢 存的就是所有我们看到组成这些线的点的集合 就在这里面 那这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叫投影 我们用vs打开看一样啊 这里面就是一个字幕串啊 就是一个字幕串 你看这个字幕串就这样的 这里面呢有个单位 比较重要的几个概念 一个单位 还有一个区 什么格林米质 单位就是度 然后呢这个就是偏心率 地球的偏心率 地球的半径 投影的这个叫什么呢 数据名称啊 这叫地理的坐标系 地理坐标系用的这个啊 大概就这么个东西 实际上我们有用的就是这个名字 啊 wgs84 里面这些参数也有用 但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如果存经纬度的话 基本上这个东西就通用的了 然后我们再加一个 这个呢 我们加载完之后 是不是看不到啊 实际上这个呢 在这一块啊 这呢 这个就是 广东省东莞市的建筑 建筑信息 那后面呢 我们会读到这个建筑信息之后呢 把它三维化 把它变成三维的数据 现在看到是房子 对吧 那后面的话 它就可以变成一个三维的 它有高度 然后呢 有面 这个呢 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啊 这个呢 就是大家 直观呢 一认识一下 这个矢量数据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然后呢 就是这个DBF文件 这个DBF文件呢 是最早出现的一种数据库文件 那我们可以创建一个 一个这样文件 这个以下文件呢 就可以把DBF文件打开来看 那么看 实际这里呢 就是文本 前面是表头 第一个是扣的 第二个呢 是名称 第三个呢 我也不知道是啥 反正有这么几个字段吧 这几个字段的意义是什么 我目前不关心它啊 对它并不关心 但是大家知道 有这么个东西 它呢 就是数据库里面的 表 表里面的字段 接下来呢 就是表里面的数据 就这么个简单的一个 结构 比较简单 那我们要读这个数据呢 需要用到一个 三方的一个开源的库 我们在一期里面呢 用到过这个库 对这里面 叫shp 这里面呢 这么几个文件 大概就这么一二三四五 五个文件 我们把这个文件呢 也移植过来 当然这里面前提 还是要重新复制一份啊 重新复制一份 这样的一份啊 在这些个文件中 好 像那样 750卸载只留这个了 然后呢 我们在引擎的这个目录下 建一个文件夹shp 目的呢 就是把我们 读取也就是解析 shp的这个代码 加进来 拷贝 加到这 加进来了 加进来之后呢 我们先不做其他的 先编译一下 保证它能够顺利编译过 编译过之后呢 我们只是把读取的部分代码给移植过来了 那我们是不是还要去写读取的这个函数啊 我们自己要调这个API就实现 那么一样呢 我们在 上一季就第一期这个代码里面也有这部分啊 这里面有这么两个类 也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呢 我们呢也把它拿过来叫要素的 我们建一个文件夹吧 叫Future 这个要素呢 就是指地理信息要素啊 那 我们一样的到根目录下去 建一个对应的文件夹 这个呢 就是把之前的代码移过来了 移过来呢 可能是要改造一下啊 我们看这里有这些接口 这个接口的话 我们先用 用我们的记类吧 因为我们现在全部采用智能指针了 对吧 上一级的 是不是这里 对的 是吧 OK 这是点要素 这个group 有些这个group没有定义啊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group的定义是啥 到老的代码里面去看 就这一个是吧 实际上呢 就是一个开始跟结束啊 开始跟结束 这个呢 我们如果大家不清楚的情况下 那这个呢 我做一个介绍啊 等一下读的时候 再做这个介绍啊 现在呢 我们只是把代码拷贝过来 保证它能够正常的运行 这个类呢 这个类呢 我们就过了 看第二个类这个类呢 这个才是重点啊 这个类我们应该用的更多 但是呢 我们还是把它介绍一下 点的话我们目前这个使量里面还 我看一下我这个数据里没有点啊 嗯 东莞 波斯顿 台湾 我这里面应该是没有点的啊 这块的话能看到就是台湾 对不对 这是台湾 这里没有点 点的话什么概念呢 就是它不是线 就是一个点 就这么个意思 一般的话我们是一本文件呢 分三种 点要素 线要素 跟面要素 那点要素就是里面就存在一个坐标 一个精度 一个纬度 有可能还有高度 啊 然后呢 线要素呢 就是存的几个点组成的一个区域 就是线 另外呢 就是面 面的话就是 也是几个点 但是呢 它呢会有填充 我们这里 看到的都是线要素 没有填充 这里面看着就很规则啊 后续呢 我们拿到这个数据之后 也会 把里面的这个城市数据 给它三面化 OK 那么 我们目前主要的 就是针对这个线要素啊 这个group 我们这里面 这么定义的 那我把它 这个group重新定义一下吧 就印到二吧 我刚才改错地儿了是吧 难怪 这是把之前的代码给改了 说怎么不对呢 看一下 再把它恢复一下 改错了 经常犯这种错误 造成我这个cash代码就不能用 因为拿到 老师讲的跟课堂不一样 其实就是我没有把之前代码卸掉 然后呢 造成的结果就是 把原来的写着写着给改错了 改错了就很多 所以呢 我们 我后面就长经验了 基本上把之前的呢 都会卸载掉啊 避免犯同样的一个错误 这个呢 group我们就用这个印的二代替了啊 这个就不要了 ok 这两个类呢 实际比较简单啊 比较简单 我们先看这个 这个呢 定义了一个名称啊 我们现在不用这种方式了 全用标准库 标准库现在性能越来越高 啊 group 还有包围盒 还有一系列点 那这个里面 这就 const吧 ok 那我们先解释下这个矢量啊 为什么有组这个概念 我先把这两个去掉 否则呢 操作起来会很慢啊 我们举个例子 就以 哎 这个中国 以这个俄罗斯为例吧 中国 以中国为例吧 中国也可以啊 中国 大家知道 中国应该是 这一片 我看这个图吧 看这个图啊 中国区域是红色的啊 红色的呢 除了 这一个区域之外呢 还有台湾 对不对 还有台湾 那实际上 当存储中国数据的时候 它的存储方式什么呢 先把这些所有的点 存成一个数组 然后再告诉你 这些数组 其中 哪一部分代表着中国大陆 哪一部分代表着中国台湾 它告诉你个起点 跟终点 那就 看我们这个结构里面啊 我们结构定义的时候 为啥有这个组 分组 就是把 这些点 这些点可能是组成中国的所有点 然后呢 这里面呢 我们这个组里面可能有两组啊 也有可能很多组 那假设有两组的话 那第一组假设从零到一万 是中国大陆 然后第二个组里面是一万零一到 一万一千 那这个呢 表示的是中国台湾 那么我们绘制的时候 就要分两次绘制 它就是个闭合的区域 就这个意思 这应该好理解吧 那么有了 这个结构定义之后 我们就好办了 那为啥我们要定义这么一个结构呢 因为我们 从shipfire文件里面读出来的这个数据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就跟我们定的就是一样的啊 跟我们定义这个结构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才这么做 包围核呢 就是精维度范围的大小 就是中国区 那我们看这里面 中国区它的精维度范围 那就应该是我框的啊 我框一下 这里面有框没有 没有框 没有框我就这样吧 还这样 在中国区就这就代表中国区 得到呢 包围核 那么大家应该有印象了 这个包围核 就是最大值跟最小值 组成的一个范围 从这个范围的作用是干什么呢 那举个例子 当我在目前的这个事故当中 是不是 中国这块是可见的 亚洲是可见的 欧洲是可见的 但是呢 美洲 是不是就不可见了 非洲 是不是都在这边 就不可见了 那我们可以简单的通过包围核来判断 这个区域应不应该去绘制 就干这个事用了 OK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去解析这个数据了 解析这个数据呢 我们在这个代码里面 就在我们第一季这个代码里面 也是有的啊 这里呢 算是一个重复的工作 因为我们为了把它给说清啊 因为要引入这个才能引入多图层 所以呢 这个是这个工作呢 是必须的啊 那他是在想一想 对 他是在类尔里面实现的 应该是在这个里面 对 是在类尔里面 我们 第二季的类尔呢 没有跟第一季一样啊 就是没有沿用第一季的 因为呢 我们如果在第一季上改 会改的量太大了 因为我们全部要用什么呢 用智能指针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重新起了 重新起了 那这一块就是我们去加载 是一本费的一个类 那我呢 把它呢 加载这个给它拷贝过来 拷贝过来 当然这里面可能 可以考全部也可以考一部分啊 我这里呢 我就只考我需要的这一部分 其他的呢 我就不拷贝了啊 我把它呢 原来呢 它是类的成员函数 那么在 嗯 我们这个里面 我呢 就把它做成一个什么呢 做成一个静态函数啊 静态函数的话 我们把它放在哪里呢 嗯 跟要素有关 我把它放在 那我还是加个激励吧 不加激励可能还比较麻烦 加一个激励吧 也就说 所有 这个要素类的一个激励 就叫Future 它是点要素跟线要素的负类 这样来写 稍等一下 这个类里面呢 我们什么都不要 只先留一个鸡类 其他的我先不做啊 当然这个名称字段跟包围盒字段 我可以呢 放到激励里面来 为啥呢 它比较通用 对不对 放进来 这个呢 我们就用标准的 是不串了 当然这些 都可以不要了啊 这些都可以不要了 因为我们 可以在激励里面去实现了 包括这个包围盒 包围盒也不要了 组组的话留着吧 组可能点要素是用不上的 点应该是一个点换一次 所以这个呢 对点对点要素没有用 点要素里面就 这样就够了啊 名词我先不给了 我们最小化 就保证能够使用 后面呢 我们再增加 接下来是线 名称 主 包围盒 是不是在激励里面 我们定义了 名称 主 没有主 主要留着 大概这么个样子 名称的话 我们现在呢也不用了 到时候从我激励来给 这个呢 有主的概念跟点的概念 好了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两个类就定义好了 定义好了之后 把这个加到我们的系统当中 然后 我加这个类的目的是干嘛呢 我想在这个里面 St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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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尔吧 load shp 叫 shp fair 那他返回呢 应该是一系列的要素的 一个集合 那么我们定义一下他 public public using filtr pter ptr 啊 定一个数组 嗯 那我们加在一个我们的数据 一个Shiftify文件的返回给我的是一个 数组 这么一个情况 当然这里面返回的有可能是 点要素的集合 也有可能是线要素的集合 但是呢 它不可能出现既有点又有线 这是不会的 这是注意的 那呢 我们现在来实现它 先把它加一个cpp给它 应该是这样的 对吧 我先放在这 放在这以后 我们的实现就从 之前的这个代码里面给它拷贝过来 当然这里面我们看这些呢 到这个里面 这些呢就是我们的Shiftify Shiftify 的API里面的一些定义 拷贝过来 我们这个应该是在上一集的Shiftify下这个里面啊 然后这个ABB ABB ABB是不能这么干 因为我们这个是个静态的一个变量 那我首先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 这里面有个问题 就是我们加载一个Shiftify以后 那这个Shiftify呢 它除了有要素之后 它还有自己的一个包围盒信息 也就是说整个这个Shiftify文件的一个包围盒 那为了方便这个操作 我们我们看 我如果想把它包起来 是不是这样做就不够用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去声明一个新的这个类 所以我刚才我这个写法啊 就有些不对了啊 那怎么办呢 我在这里面再加一个吧 再加一个新的类吧 再加一个新的类 它呢 就叫Shiftify 就叫Shiftify 为啥这样做呢 因为我刚才我发现里面除了有要素 还有要素下面 就整个文件里面的包围盒信息 这样做的话 才才能保证把我们整个Shiftify文件里的内容 不丢失的给它读出来啊 那我们还是把它加到这个下面来 然后呢 这个要改个名称 那当然就是有些人可以讲说 这个是不是这样做 是不是有问题啊 那我们做完之后再说啊 其实呢 为啥我们这个课 嗯 跟其他课不一样呢 就是如果是我录播的话 我不在课堂呢 去讲 可能呢 我就会 大家就感受不到 我为什么这么干了 对吧 先干啥再干啥 然后还要改变这个策略 那现在的话 我最开始的想法 是增加一个静态按数 我们现在 这个想法给改掉了 对不对 这样做更好 然后这一个呢 就不要了 就不应该是静态的了 它就是 一个漏的方法 也不叫这个名字了 就这么叫 到cpp里面来 这个呢 也不能这样写了 它呢 是一个成员了 这里面我再根据类型去判断 到底是new哪一种 那么这种是不是就更合理啊 然后我应用程度是拿到new的这个对象 或者加载完的这个对象 就是cpp 正常来讲 我就new一个cpp 漏的就有数据了 拿到这个数据之后 再把它传递给我们的使用者 这样更合理 那这里面我们包含了这么两个类型是吧 我这里应该把它包进来 第一个 sale future point 第二个 sale future line 那这个名称的话我们看 read 我看看这个名称 我是直接给的这个cpid 对不对 名称呢 我这里就不给了啊 这里呢 要改一下 这里呢 我们要用智能指针 对吧 智能指针的话 我们就用 直接用 这个 2pdr 用这种方式 要么呢 我们就在这里定一下 我感觉定一下可能会更好啊 那我们这里面就这样包啊 这样包呢 这种写法 更好 这种写法就标准啊 这种写法就标准啊 不会有错 理解也好理解 然后 然后 当然 这个里面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我们也定一下 对不对 dedic 这个呢 我们就完事了 完事弄编译一下 有好多错误是不是 这个是这个就没用了对不对 这就没用了 好编译过了 编译过了 那这节课呢 我们不打算绘制啊 下节课绘制 因为这个时间呢有点久了 可能花的时间有点长 但是呢 我们把它讲清楚啊 就是值得的 好 那么这节课呢 到这下节课呢 我们讲绘制